DSE 2013 ICT PL1A MC第六题 这题只有53%厚生答对 同学说了一个Combination Lock 有五个开关的 每个开关的两个状态 On和Off 如果设定lock之后 要unlock即解锁 就需要五个开关都不合同 On和Off的状态 现在刚才就问了 究竟这里总共有多少个不同的Combination 即根据Combination Lock的设计 因为这里每一个开关 每一个switch 都有On和Off两个State 所以第一个switch有两个Combination 第二个又有两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每一个switch都有两个Combination 但是你配合五个之后 这里是将它双成 所以这里有个公式 是二的五次方 二至五 这个即三十二 所以答案是B4多 当然你会问 这里为何是双成 二乘二乘二乘二 为何不是加呢 如果二加二加二加 五次就是十 你就会选择答案是B4多 其实有得解的 我们就可以用数学科里面的 就是一个3Diagram的概念 基本上二进制的世界里面 电脑科ICT和数学科 两者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的密切 和这个是第一个Switch 第一个开关 有on、off 到第二个Switch No.2 每一个on、off都会再拆开一个on、off 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开关两个Switch 总共会有四个combination 基本上是2乘以2等于4 如果我再加开关再加Switch 每个on、off都会再分拆开两个on、off 我们看到这里还有1、2、3、4、5、6、7、8 八个combination 八点来的其实是2的3次方 这里是2次方 这里是2的1次方 然后再推 所以想像去到第四、第五个开关 基本上这里是2的4次方 2的1次方 如果以general来说 我们有n的Switch 这个就是2的n次方 DXC而定了3ICT、P4NA、MC第七题 这一题只有32%考生答对 这个题目就给了两个spreadsheet WA1和WA2 组组一些学生的test result测验分数 我们看到WA1有学生的名字 中文、英文、数学的分数 中间这些就省略了 最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平均分 这里应该有240-1 即239个学生的记录 因为第一个roll是一个field name 而WA2就简单点了 类似一个summary 有学生的名字 和他们的平均分 而题目就讲WA2 这里的学生的average 例如B2、B3的分数 它用了Vlookup的功能去找出来 例如Amy的平均分72.0 用Vlookup 即是本身这里B2是没有72分 它是用Vlookup功能 在WA1找出来的 我订回Amy 真是的 最后一个column 平均分是72.0 所以这里用的Vlookup功能 就会refer回 reference toWA1 有一个sail range的范围 去找学生的平均分 现在就问一下 sail range应该是什么 还要留意 这里的average的Vlookup 这个功能是要copy到B3 虽然SOE的名字 在WA1没有展示出来 但这里基本上是向下抄 这个sail address向下抄 如果我们纯粹用relativesail addressing 有机会出事 所以在某些sail位置 我们要落个$ sign 去refer absolutesail addressing 等我们向下抄的时候 不会移动了sail range 好到这里 我们先找到sail range的范围 然后再看哪些地方 要落个$ sign 例如Amy72.0 我们找回Data的范围 应该由A2数到k240 第一个Row就不算了 因为它fuel names 我们写下A2到k240 就是我们想找的sail range 就是我们想找的sail range 接着我们要考虑 公式是需要向下copy 向下抄 向下抄的时候 Excel或spreadsheet 那些数字 sail的数字 便会转 即是如果我们不下$ sign A2会变A3 K240 会变K241 所以我们为了要确保 这些数字不会转 我们在22前面 加$ sign 2240前面 加$ sign lock住它 就是那个$ sign 你可以当是一个lock 它样子有点似的 就是锁住它 它就不会移动 这里也有个口缺 即是如果你是上下抄的时候 上下copy 就要lock那个数字 确保数字不会移动 如果我是左右抄的 左右copy 那我就要lock字母 lock A字 lock B字 因为左右抄的 就会移动字母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sail range 但留意它是under WA1这个worksheet 所以我们前面 要加回WA1 感叹号 所以这个整件东西 就是我们的答案 d for dot 我们顺便提 既然写了sail range 出来 在b2 reloadup的formula 整条 应该怎样写呢 我们可以写回它 就是等于 V look up bracket 跟着就是Amy 这个学生名的sail address 就是A2 这里不用锁 因为我们要向下抄 所以就写回A2 就可以了 跟着就是 这个worksheet的名称 WA1 跟着A$2 母号 k.240 但这里可能会问 为何这个A2 又不用写WA2worksheet的名字 在前面呢 这个原因就是简便了 就是简单点 因为本身的formula 就在WA2里面 你不写 就暗示了 这个A2 就在WA2里面的sail 最后这个veloadup 还要数回 要设置第几个column的data 就是这个黄色范围 就是A2去到k240 第几个column 还有记住average的分数呢 我们都要数回 A数到k k刚刚是第十一个 整条公式是这样 虽然题目没有我们都写完全部 但是这里我们找出来 DNC2013ICT P1A MC第九题 这题刚刚有一半考生答对 题目问关于Polity check 就问这里有四个code 哪一个是invalid 无效的code 说明用了Polity check 但是他就没有说明 究竟他用OddPolity 还是evenPolity 如果用了OddPolity 一格数目 就会是单数 OddNumbersOfOones 如果用evenPolity 就会有evenNumbersOfOones 就是一格数目 就会是双数 我们只需要数一下 这四个code里面 那些一格数目是单还是双 看看哪个是恶命 哪个是单定的 那这个就会是invalid code A0101 0101 0101 1 2 3 4 4个1 这个是双数 接着到B 有2个1 这个同样都是双数 接着到C 1 2 3 4 5个1 是单数 似乎应该是单定的 看D D D只有两个1只 都是双数 所以单定的是C 5 所以C就是invalid code DNC 2013 ICT P1A MC第11题 这个题只有37%效声答对 又是8bit tools commitment 都是上载MC的热门topic 这里再次问下面是可以产生overflow error can produceoverflow error 记住可以留意的字眼就是can 1 正数加正数 这个我们意思是可能的 2 负数加负数 同样都是可能 3 正数加负数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正数和负数 它们两个数 会有机会互相抵消 其实就永远不可能产生overflow error 那这里我们都需要再次用数学去解释一下 这个最好用数学里面的number line 数线的概念 8bit tools commitment 最大的number 就是2的7次方-1 这个是正127 最小一个就是-2的7次方 就是-128 within这两个数字里面的范围 全部是我们能够表达得到的 用8bit 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安全区 safety zone safety zone 这个安全区以外这些地方 这些呢 这些呢 就是有overflow error 这些呢 我觉得很容易用一些例子 可以印象到123 哪些是can produceoverflow error 哪些是cannot的 例如1 正数加正数 譬如我第一个正数是127 拿到最大一个 只要加到正1 它便出界了 我假设有个人站在这个位置 站在正127的位置 你再加1给它 就是向右边走 走多步 它便踩到overflow error那里 就是加1 因为加代代表向右走 同样 如果2 负数加负数 都有机会overflow 例如 负数我先拿最负的 负1、2、8 就是企面 这个呢 就是负1、2、8位 你再加负1给它 负1就是向左走 它又有机会踩到overflow error的区域 所以1、2都是can produceoverflow error 那为何3又不会呢 假设3是正数加负数 先拿一个正数 拿到最大一个 正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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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加一个负数 加负数就是向左走的 即使是加最小的负1 它已经是没有机会踩到右手边 这个overflow error的区域那里 即是类似是临崖立马 明明是懸崖边边的了 正1、2、7 你再向右走多步 就跌到懸崖就死得人了 但是呢 现在它是加负数 是跌回转 向左走 所以呢 一定去回安全区那里 但是又会想起头 那你向左走加负数 会不会就是加负数 会令到它跌到左手边的懸崖那里呢 去到左边的overflow error区呢 这个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因为在这个最大和最小的两个数中间 这个距离呢 是127-128 即是200云呢 除非你是减-200云呢 那你才有机会踩到左手边的overflow error区那里 但事实上这个没可能 因为你加负数呢 你最劲都是减128而已 你没可能减200云的嘛 因为这个200云呢 已经超越了那个最小的那个负数的极限 那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就是one and two only a for apple DX2013ICT P1A MC第10月题 那这题表现呢 都真是一般的 因为呢 只有21%考生呢 是答对 那一题就说呢 就editing一个的document的时候呢 那会涉及 比如edit一个hyperlink 超连结 和edit一个page number 那现在就问了 这里这四个情况呢 哪一个是对的呢 那你逐个看了 a当我们click hyperlink的时候呢 那个browser一定是会被打开的 意思是说呢 当我们click hyperlink的时候呢 一定会打开那个browser 会开那个网页出来 那这个又未必会发生的 为什麽呢 因为hyperlink不一定是指着网页的 它可以指着一个local file 例如可能是video啊 图片啊 其他的档案都可以的 又或者甚至乎可以指着呢 那个word document里面呢 另一个的position都可以的 就是another location 或者another object in the same word document 那不一定是网页呢 就是需要一个browser去开的 可以是其他物件都可以的 那b呢 他说这些page number 即当它印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用一个footnote的形式 注脚的形式呢 去印出来 那这个都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呢 基本上两件事来的嘛 page number 和page number footnote 和footnote 即footnote 即是什麽呢 譬如你有些keyword 有些keyword 在那个word document里面 那可能呢 你加footnote 那这会有个小小的数字 那它的页底里呢 会有个一字呢 那这里可以打一些解释的 解释你上面的keyword的意思 或者一些补充的资料 那这个和page number 是有些不同 好 到c hyperlink certificate facilitate 那个reading 那这个某程度上来说呢 都是对是真确的 因为呢 hyperlink是做什麽的 可能是指着一些补充的资料 去帮助的读者 了解原本的document 关于呢 譬如这个部份的意思 又或者是更加深入探究的资讯 透过hyperlink 去将它连接起那个document 那这个都可以理解为 是facility 读者去阅读那篇文章 那最稳妥点 就看D了 page number一定是start from 1的 这个明显是错的 那个starting page number呢 其实那个user是可以自行去修改 那所以这个答案呢 最好就是c for cat 好 DSE 2013ICT P1A AMC第13题 这个题呢 只有29%效声答对 那么 那个core percentage 都相对低 那相信都是问 一些关于 譬如presentation software powerpoint 一些冷字式 那提问 一二三 这三样东西 action button hyperlink slide理由 哪一样东西能够控制 那个slide的transition 就是那个过场效果 就是说 一张slide 例如我由A 转做B 中间又会有一个transition effect 就是 举例 fay in fay out 就是最常用的transition effect 那么 无可否认地 题目用那个英文的字眼 control slide transition 都是有点古怪 因为呢 这里无论的 extra button hyperlink 他们会影响了slide 由哪一张 跳到哪一张 例如 action button 可以跳到下一张slide 可以跳到前一张 可以跳到前一张 可以跳到home 回到早家 亦都可以去到 presentation的beginning 或者ending 那张slide 它是会影响了slide presentation flow 就是流动 影响了flow 就自然会影响了slide transition 严格来说 不是control的 应该是影响了 因为直接control 或者set每张slide 之间的transition 其实专门在transition的setting上做的 所以另一个影响 slide的flow 其实二 就是hyperlink 它又会影响了 或者control了slide的transition 因为当user click tohyperlink 的时候 它可以跳到一个 完全的档案 或者网件 它可以跳到 同一个document 另一个位置 它可以开一个新document 甚至可以传email 这些都会影响了slide的flow 所以都可以影响了 或者控制到slide的transition 至于三个slide layout 就纯粹set每张slide的layout 就是那些版面的摆位和布局 跟transition并没有关系 所以答案就是one and two only 就是a for apple dsc2013ictp1a mc第15题 这一题只有42%效生淡河 题目就讲 Ms Wong是一间出品社里面工作 publishing company 它要制造三种document 一就是payment receipts 就是收条 二就是电子书 三就是sales report template 就是销售报告的版本 现在答案就问 哪个document应该用pdf格式 而不是用doc格式呢 那么我们首先就了解pdf 就是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和doc的格式 究竟它们主要的分别是什么 基本上pdf基本上是read only basically read only 虽然你用一些特别软件 你可以改它 edit它或者annotate它 但原本出pdf的目的 都是suppose intention就是不想user 去改动内容的 而doc基本上就是read and write 这里当然user假设 他有一个word processor 可以add to doc格式的一个软件 所以判断一二三 谁应该用pdf呢 我们就判断一下 这个document的purpose 目的用途 是想不想user 是改那个文件的呢 如果不想他改的呢 就用回pdf了 所以一payment receipts 收条收据 我当然不想user改了 他改得了 简单上呢 就是浅金出问题 不想他改 所以应该是用pdf的了 第二 Electronic book ebook 电子书 那书 基本上都是不suppose user去改改内容的 所以suppose应该都用pdf 三 sales report template 销售报告的范本 范本 即是suppose想对方是改的 因为template 基本上就要设计 一个document的格式 所以suppose是被人改的 所以这个就不适合 用pdf格式 所以答案呢 就是one and two only b for boy dnc2013ictp1a mc16题 这个题只有39%效生 对方 题文关于spreadsheet what if analysis 基本上这个也是 Excel才有这个功能 what if analysis 包括有三部份 包括有scenario manager go seek 和data table 首先scenario manager 是做什么呢 就是基本上要比较 几套不同的数据 每一套数据 我们叫做一个scenario 它就帮你 将这样的table 就是分开column 用来比较 不同的情景之下 就是不同的数据的表现 所以名字就叫做scenario manager 第二个就是go seek go seek就是说 当你只知道结果的时候 但是你又不知道 那个过程 某些参数 某些parameter 的radius是多少呢 最适合用go seek function 去帮你找出来 所以它的名字也说得很清楚 go seek就是说 你知道go的 是given了 known了 但是你要seek 过程 那些formula 涉及的parameter 究竟有些什么value 它就帮你找出来 而data table 就是说 当你已经知道formula 如何找一个value 它里面的parameter 有变化的时候 譬如它的growth rate 有变化 将它们刷出来 那么data table 会自动帮你计算 那些formula 最后的结果 有什么不同的改变 那么我们看看题目 就是a b c d b 这个是对的 a involves different data set 即what if analysis 涉及几 set data 这个其实基本上相当正确 的 例如scenario manager 就是根本上就给了一个场景 给了一个工具给你 是比较几 set不同数据的情况 那我们看看b envolves different problem description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的description 但是很明显 就是高色 基本上我都是focus on一个问题 不是different problems c problem involves database 基本上我们看回 scenario manager 高色 data table 全部都是涉及 在spreadsheet里面做的 基本上它是不会涉及 data base 数据库 也都不会涉及 所以cd也是错 所以最后答案 a for apple dsc2013ICT P1A MC有一题 这题有多过一半学生回答 这题就问 operating system os 为何64bit 比32bit 举例 64bit的windows 比32bit 原因 何在 我们首先了解 何为32bit 或64bit 其实这个不仅是operating system 64bit 也都可以针对硬件 其实硬件都有 硬件都有 基本上的definition 就是说 32bit 也好 64bit 也好 其实是说 memory address 的capacity 或者空间 memory address space 换过来说 32bit window 就是说 Windows 可以用到32bit memory address 或者每一个memory address 的长度 是有32.01的32bit 如果你是64bit window 每一个memory address 是有64bit 那么长 64bit的memory address 虽然看下去 比32bit 的memory address 长度是double了 但是它能够 address到memory的space 是不止是doubl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公式 如果我们是32bit 如果我们是32bit address 我们能够address到 memory storage location 就有2的32次方 那么多 storage location 如果是64bit window 它能够address到 2的64次方 那么多的memory storage location 按键数据 按键数据 上面一个就是 4个Gigabyte 下面一个就是 16个Exabyte 这个数据 这个容量 是上面的40亿倍 那么多 简单来说 就是64bit window 能够用多些RAM 或者电脑能够安装多些RAM 而32bit window 它能够用RAM 是少些 你安装很多都没有用的 它用不到的 其实 当然多些RAM的好处 就是你的data 可以多些放一些RAM 因为RAM是快的 就不用那么依赖那个hard disk 就是这些data 可以不用放在一个 慢一点的hard disk 那你整体的电脑的运作 就是能够 速度能够提升 效能能够提高 那这个电脑的CPU 它做事就能够快一点了 因为这些常用的data 可以放在RAM 放在快一点的RAM 而慢一点的hard disk 它不用那么依赖 因为电脑的CPU 它始终的速度是最高的 非常快的 所以如果你调出来说 如果你的RAM不够 就是能够安装的RAM很少 就要整个将data 放在慢的hard disk 所以你的电脑 整体运作速度就会减慢 或者说 那个CPU 你的hard disk 拖慢它做事的速度 所以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判断 ABCD 哪一个能够解释到 为何用64bit 好过32bit的OS A.CPU 有高一点的processing power 这个明显没有相关 即是没有关系 B.64bit address more memory location 这个绝对是definition 这些译实 C.少些program的error 这也是没有关系 因为program 多不多error 视乎program 写program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 或者有没有足够的测试 D.RAM 有高一点的data transfer rate 这个有点像是非 我们用64bit的windows 会比较好小 因为 最后整体电脑的速度 运作有效率快了 但是原因 并不是因为RAM 速度提升了 只不过是 我们可以用多些RAM 不是RAM的质量提高 我们可以用more RAM Amount增加了 Storage增加了 所以这个都 虽然好像是一个事实 但是并不是一个原因来的 所以 都是不对 最后答案 B.4 boy D.X.2013ICTP1A MC大22齐 这题只有43%校生答对 这题都是再次问 instruction flash cycle 究竟会涉及哪个computer component 我们再次拿回 computer operation 这幅图来做蓝本 1.ACC 就是accumulator accumulator 就是这里 1 2.MDR Memory data register 在这里 3.MAR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在这里 首先我们要理解 行为instruction fetch cycle 就是说 由我们知道 Memory里面某一格 有个instruction 接着我们要找到它 找到它之后 最后我们要将instruction 都跟accumulator 没有关系 因为ACC基本上负责计数 暂时记住 加减承除数 或者logical compression 结果 所以1肯定是没有关系 2.3.MDR MAR 当然有关系 譬如MAR做什么呢 就是记住 你的address Memory location 首先要store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要先知道这个地址 在这个case 就是0000 即是说 0000 要先存在MAR 你才可以在ram 抄到instruction 回来 接着这个指令 就会抄去MDR Memory data register 暂时摆放 最后 这个instruction 都会抄回去 instruction register 准备被instruction decoder 去进行解读 即是想看下这个instruction 究竟是 action是想做什么 所以2.3 都是对的 所以答案是4CAT DAC2013ICTP1A MC第26题 一题答对率比较低 27% 一题就说 公司开发了 Internal email system 一个内部用的电邮系统 System 就是采用了HTML格式 Rather than TXT格式 HTML 即是网页 可以支援 插入hyperlink text format 和multimedia的element txt txt 基本上是plaint text 纯文字档案 刚才问了 为何用HTML 不用txt 我们逐个看 a small email size 很明显不是 因为 你采用HTML的时候 file size更大了 因为你又可以插 multimedia element 又可以做text formatting 又插hyperlink 所以a很明显 对 b browser can open email 留意 这个也是事实 是一个fax 即browser 可以开到email 但是这个 并不是公司用HTML rather than TXT的原因 因为browser 即使用TXT 它都会开到email 所以 这个并不是reason 它最多只是一个fax c apply text format 即使用HTML 原因是可以 应用文字格式 这个你的email 又会 more readable 因为可以 etectic underline 又或者可以粗底 即是变成 增加了email的readability d can use pop protocol 这个protocol 基本上都跟它没有相关 因为无论你用HTML 有TXT 都会用一个receive email的protocol 一个通信协定 pop就是用来收email 用的protocol 但是无论HTML TXT 两个都可以用POP 去收的 所以这个不是原因 所以最后答案 c4cat dst2013ict p1a MC第28题 这一题只有40%好声弹 刚才说 有个电视机 就接驳了 一个set-top box 这样的物体 例如X 这个box 就会接上internet 互联网 透过这个基底盒 电视机可以接收到 高清的影片 以及经 streaming technology 即串流技术 去看到互联网上面的影片 或者电视节目 现在刚才问 X的盒 究竟会有些什么的规格 specifications 回答这些题目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字眼 规格的spec 是necessary 必须要有 necessary 即是没有了不行 如果一样东西可有可无 那未必是necessary 如果是nice to have 就并不等于necessary 这里说明是必须 好 我们就看看 1 2dB的hard disk 有就最好 没有 是否一定不行 那就未必的 因为就算没有hard disk 那些设计 那些设计 应该都能够继续运作 那些设计 应该都能够继续运作 因为它这个基本上 是属于一个 secondary的 storage devices 所以我暂时给了一点点 第二 8Gb Flash memory 很明显是需要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RAM 我们叫Primary Storage 所以 而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RAM 基本上这个机制盒 里面的program 是不能够运作 好 接着345 Audio Output HDM Output 和VG Output 基本上是关于影音设备 那个叫Port 比如这个就是HGMI 4 HGMI 基本上 所有高清电视 都有这样的 input 这个的机制盒 当然也有HGMI 对应的output 接着 Audio Output 就是传送声音的 就是这样的 动细 另外一个 VGA 这个电脑屏 是常用的output 就是电脑用的屏幕 但是很多还在用VGA 扫描的 样子就是这样的 一个D型的插头 我们特别留意一下 HGMI Output 基本上它除了传送影像的讯号之外 就是它传送高清的 High definition 的video 其实它还有audio 这个插头本身是影音都一起传送 就是声音和影像一起传送 而这个插头也认为题目的定义 电视机是要收到High Definition的Video 高清的电视节目 VGA就不是高清来的 所以接着这个机体盒应该有4规格的XGMI output 不应该是3和5 3和5就是电脑用的output block 所以答案就是2和4 only A for Apple DXC2013ICTP1A MC第20个题 这一题只有37%好想答对 这题其实问Network Switch有什么功能有什么功能 Switch其实有很多种 譬如只有几个port的就是家里用的 比如有一个小一点的Switch 大一点的有很多port的 24、48port 学校、office都会用这麽大的Switch 基本上这些port是Lan的port 就是Local Area Network的port 插那些Cat6的Cable 头的名称是有名的 其实这个是RJ45port 有个名称 每条线是设计一部电脑 可能是Notebook 可能是Desktop 或者是一个Printer 就是形成了一个Network 这样 我们看1、2、3、4 哪个是Network Switch的功能 1、将电脑接近 去形成一个Local Area Network 一个LAN 很明显是 透过那些Cable 透过Network Switch 把电脑和Printer 拼在一起 就形成一个Local Area Network 而Switch 会控制Network的Traffic 这个当然也是 机会上Switch 就可以说是Network的中心 Data 这些package 经过Switch 在电脑之间互相传送 所以Switch 也有个角色 好像网络交通的中心 一个指挥中心 又或者是一个枢纽的角色 3、Join Two Networks 就是将两个不同的Network 连结在一起 这个并不是一个Switch的角色 或者功能 我们说两个Network 在说两个不同的Network 什么是不同呢 可能类别不同 例如一个是LAN 一个是WAN 一个Local Area Network 一个Wide Area Network 你就需要有些东西 将LAN和WAN 搏在一起 但通常这些 不是用Switch去做的 而是用Router去做的 另一个 两个不同的Network 的定义 大家是用不同的Subnet 或者Subnet Mask 例如大家都是Local Area Network 不过是属于LAN 里面 不同的Segment 这些我们通常都会用Router 或者Bridge 我们将它们搏在一起 不是用Network Switch的 最后第四 Connect LAN to Internet 基本上 Internet就是属于Wide Area Network 这两种Network是不同的 LAN和WAN的Technology是不同的 你要搏在一起 就不是用Switch的 用上边的一个 我们是用Router的 所以4也是不适合 或者另外做的情况 就是Internet那边 用光纤的 用Fiber Optics 而LAN那边 用Cat 6 Cable 大家是不同的Nature 那些Signal是不同的 这些情况 就需要用一个Modem Modem Modem stands for Moderator 和Demoderator 同样都不是用Network Switch 把两者搏在一起 所以最后答案 1&2 only A for Apple DSE 2013 ICTP1A MC第3二题 那二题 都真的很多学生答错 只有19%答对 那这些题 都是历界DSE 即十年DSE里面 第二题最多人错的MC 第一题最多人错 就是只有18%考试答对 这些题刚刚多了1% 是19% 那我们看看 为什么这些题 就是第二多人错的 历界DSE的MC 那题目给了两个Pseudo code S1 S2 是一个Searching的Pseudo code 那要将它两个进行比较 那比较Searching 很明显 就比较它的Execution Time 就是它们执行的时间 就是哪个快点 哪个慢点 其实你比较两个Pseudo code 两个Agrom 哪个快哪个慢 基本上只有三个结局 一是S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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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两个都一块 所以D的答案 Compona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其实有些字打嘴巴 一方面要人比较两个Agrom 哪个有效率些 但是有个答案铺牌了 就是原来这个比较不能够做的 其实是有些自商矛盾 就是有些类似是无从判断 这样的意思 这些其实不是一条好的题目 因为比较两个Agrom 比较快慢 只有三个结局 但是MC传统来说 是一定有四个答案的 所以为了提到这四个答案 就是一个compara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我会觉得出题的时候 如果你想比较两个Agrom 基本上除了比较execution time之外 我们可以有多些角度 例如他们用的memory 难不难写 这些有多些角度 多些元素 就不用只限制在execution time 因为比较角度少 就自然会弄出这个答案 被逼要弄出一个compara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最后这个都是错的答案 因为我们从出题目的角度来说 我当然不会说 叫大家去比较哪个快哪个慢 跟着又说没得比较 那很有问题 基本上这个答案 就不可能是这个答案 好了 言归正传 我们看回S1 S2 S1这里有个Wave Loop 那这里有个Array N ST很明显是个target 每一次Wave Loop 就比较ST和NJ J基本上是LoopCounter 就行了 由日开始 每一次Loop一次就加1 那这里肯定要Loop1万次 因为Wave Loop的条件是J 世界等于1万 所以Loop1万次 每一次都比较ST和NJ 如果是一样的时候 等于找到的时候 Find variable 就会记住J 就是找到ST 在N里面的第几格 我们要留意 无论这里找不找到也好 又或者在哪一格的J value NJ那一格 找到ST 这个Wave Loop 就注定是Loop1万次那么多 Fixed 那我们写得它了 Find or not found 这个都是Loop 相同次数 S2明显长一点 多了什么呢 基本上的Wave Loop 都是差不多 只是多了一个Fleg的Variable Fleg 这个Fleg的Variable 和在沙滩里面属于红旗 告诉人 沙滩有危险 大家不要游泳 那个作用是一样 说明一枝旗 Fleg variable 它只有两个状态 一是升起 一是不升起 基本上都是只有0和1的状态 或者如果你用BoleanVariable 就是True还是False 这个FlegVariable 在这个S2里面 它的角色很明显示 ST等不等于NJ的情况 即是究竟找不找到呢 我们的Target 你见到你现在找到的时候 Fleg就设定是1 即是特别是找到的 Fleg是1 留意在Wave Loop之前 Fleg有InitialVariable 设定是0 很合理 即是当我们准备找东西的时候 我们假设我们是找不到的 所以0是代表NOT的条件 1 Fleg1 代表我们找到那个条件 S2 Wave Loop Wave的条件 亦都比S1 多了一个 AndFleg 等于0 这个Condition 多了这个 AndFleg 即是当J 是小时候等于1万 同时 Fleg等于0 即是未找到 即是未找到 Target 时 我们就要做LOOP LOOP 所以 只要在Wave Loop 里面 只要中了1 Bingo 中了Fleg 它就设定是1 Wave Loop 回到这里 Fleg到1 这个就会变成False 如果这个1 它就会出了False False 是什么呢 都会出了False 它就会停止 Wave Loop 简单来说 S2 就是说 当我们找到 ST的时候 LOOP 就会 terminate 它是否都要LOOP 1万次 即是假设 ST NJ 刚刚刚 AndFleg 5千 这样 中间 等于 False Fleg LOOP 到第5千次 它就会收工 所以很明显 S2 一定是快些 S2 是快些 所以答案一定是B 就不会是A 不会是C 更加 但是留意 我们比较两个 algorithm的时候 除了它的Efficiency Execution Time 当然它都是重要 但其实还有其他 重要的因素 例如它用多少 Memory Resources 用多少RAM 用多少Variable 用多少Array 或者是Coding 那个Difficulty 难不难写呢 这些其实 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因素 2013 DNC ICT P1A MC第33题 这题只有35% 效生答对 这题文 在Aggroform Design 里面 用Array的优势 或者好处 A Can Use Modular Approach Modular Approach 就是说 将Program打散 分开做几个 十Program 几个Module 去写 其实 这个基本上 在Aggroform Design里面 有个方法叫做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将大问题 很复杂问题 将它拆散做几个小问题 拆到小问题 直至到它们每一个 可以独立地manage 解决为止 其实关于Divide and Conquer 有个很出名的典故 叫曹聪称 大家不妨上去Google 找一下这个故事 究竟跟Modular Approach 有什么关系 但这个答案A 跟用Array 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不过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Be Useful in Iteration 在Loop里面 用Array 就是非常之有用 这个是对的 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例如我用回对上个题 S1 S2 即是那些 while loop 那些的条件 如果你的st 是等于 那个n的array 例如j格 if 那你用array的好处 你就说 只需要透过控制index 因为它有个index 是j 那么n是个array 那里面有很多格 1 2 3 4 5 要出去看 那么你只要改index 就可以改变 你去refer 哪一格里面的data 而我只用了一个 Variable name 就是n 本身 位置 就全靠index 去改变它 所以b 是正确的 那么c Flexible Array Size 那这个不一定发生的 用array 用它用的memory 其实就有些programming language 是不能够flexible fixed 的 例如pascal就是了 pascal 那些array 是fixed 的size 的 固定的 你定了1000格 就是1000格 不能够中途 加或者减 那么现代的language 会好些 例如python 就会有flexible array size 但是这个始终没有绝对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用array的一个 优势或者好处 因为有些language 是未必support 那样东西 而d 用少些memory 这个又未必是真实 因为 用array的好处 就可以将一些data 双类似的data 用这个有结构方法 去organize 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令到data easily accessible 就是很容易 可以找到某一格的data 这里可能举少例子 去解释 例如一个program 我用五个variable x1 x2 x3 x4 x5 譬如它也是 integer 整数 那如果用array 譬如pascal 就这样 array 1-5 of integer 那如果你用python excel等于 一个list 可能就是这样 5个item 下面这两个用array的做法 好便 我们想assess 那个item的时候 是远远方便 用上面那些 5个独立的reble name 因为用array的好处 我只需要用1个reble name 上面那些不行 要用5个不同的名字 那写program的时候就相当麻烦 但是这样又不是代表 用array 会用少些memory 就是少memory 这个5个独立的variable的写法呢 那又不是的 基本上大家应该是差不多 就是起碗不会特别少了 所以 d 是不对 所以答案呢 beva boy dsc 2013 ICTP1A MC第三个题 这题只有40% 效生答对 这题 给了个10个8个盒的flow chip 给效生 去dry run 而flow chip的目的 是想去找和输出 输入那4个number的最大的value maximum value maximum of four input numbers 那题我现在就问了 究竟哪一个dataset 是不能够制造出那个正确的结果 那见到这些答案呢 例如a全部都是0来的 b有些正数的负数 c全部都负数 d有0有负数 那我便要留意 究竟那些正负数或者0 会不会令到它是 c cannot produce 那个correct result 好了 我们回来看这个flow chart 那记住我们去找 maximum value 4个输入的数 那我见到input a a很明显 就是input的那些number 在这里 那我见到有个report 叫m m开始入个0 那input a 如果a大的m 我留意m a大的m a就盖了m 很明显 output 你看output就知道 expectm就是那个 maximum value 来的了 因为呢 我们凭个flow chart 或者一个seudo code 的output 就知道呢 它想做些什么的 那这个呢 我们要捉住个重点 m 就是maximum value 那这个c呢 只不过是root count 是由1开始 这个是4 因为我们要入4个input number 那这里每root一次呢 c要加1 所以这个纯粹是数着要输入到第几个数 那些是要找到那些分别的 那因为呢 提到那些分别 那些分别 那基本上这个seudo code 都对的 input a 入来的分别 大到m 那A就盖了m 那拾完4之后呢 m一定会安装住 那些分别 是最大的分别 因为每一次a大到m 都会盖到m 所以很明显 那的flow chart 未必在E里有问题 可能是前面有问题 output也有问题 就是 Output M一句而已 这里M给Initial Value of 0就出事了 即是一开始M就会有0的value 这里有0给M的 我们叫Initialize 初始化 事实上0这个选择在这几个情况里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简单来说 这些是A的value 全部都是Input的A 如果每一个value 例如是C的答案 个个都小过0的 即入来这个A 负2,负5,负4,负6 它个个都没有机会大个M 负数没有可能大个0 所以这句话根本从来都不会执行 找不到究竟最大的负数是什么 因为个个都是大个0的 因为我开头给一个0的Initial Value 给一个M 所以这题的答案很明显是C的 而事实上如果真的入负2,负5,负4,负6 进去 这里永远都不会行yes 那条路 即是M永远保持0 所以Output M就会output 0出来 所以这个就会做了一个 cannot produce correct result 因为负2,负5,负4,负6 最大的数应该是负2才对 不会是0 然后你看看其他答案 就知道其他答案未必有问题 比如B 虽然有负数 但它有正数 即是它有机会做到A大M 一句的yes statement出来 所以B的答案 Output M都会是7 你说A答案很古怪 4.0 应该都有问题 我们看看 如果我入4.0在这里Input A 也会出事 我们逐个比较 A0大M是no 4个都是0 4个都是0大M 全部都是no 同样A跟M 从来都不会做的 换个例子 M仍然是keep 0 所以Output M都是0 咦 这样就好像不是出错的结果 因为入4的0 它最后Output M的值 都是0 这是最大的maximal value 大家都可以用同样方法 试一下D 例如一个0 再加些负数 它的Output 是不是真的出了0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